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我是花长 我们山上种了一堆这个羊活 让我们摘一点羊活回家炒菜吃 也可以凉拌非常不错的 羊活的叶子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生姜 这个羊活就要这种嫩嫩的红色的尖尖 它长大的时候就变成这种杆子了 嫩的时候非常好吃 刚刚摘了这么多 我们回家可以炒一顿 小时候就把这个霍拉汁放到手上 然后去追小朋友说 这个是我养的虫子 如果你欺负我 我就叫它咬你 然后吓得别人到处跑 放在手上没事的 现在要放水里面洗一下 这羊活呢 因为它是从土里面放出来的 上面里面的土要洗四五次 然后吃的时候就嚼到一三个 怕半小 洗干净了 就把它切半 切成四块 让它炒的话更入味一点 切点红辣椒 好了我们切一点肉 很多人说吃肉都是土豪 在我们这边这个猪肉卖十八九 现在切一点小姜片 放到这个猪肉下去 炸油 好油已经出来了 我们把猪肉放下去 放点盐 放辣椒和洋锅 放点盐 好了 再把姜片放下去 出锅了 我感觉这肉要比洋锅还要多 不知道外界那个猪肉卖多少钱 我们尝尝洋锅 像这种有点老了 然后嚼着嚼着 会感觉 嗯 拉出丝了 小伙伴你们家乡有没有这个洋户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